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用这个苹果自带的软件来进行记账 我是做了一个Template,我用的是苹果自带的Numbers 首先我整个的这个记账的部分Template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总览,第二个部分是明细 第三个部分是股票及加密货币 在总览的部分呢会显示账户的所有的净资产 就是我账户里所有的账户价还有大概有多少钱 然后我所有的增长率 然后还有就是资产的分配 也就是我账户里所有的钱都在都在哪些部分 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些部分怎么定义的 我会在明细里面讲一下 然后最后还有就是最近一个月的资产占比 还有资产一篮表 以及我我把单独的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Crypto 或者是股票接投资可以单独这样列出来 就是总览就会非常明确的 或者是非常明晰的来告诉你就是这些部分 然后在明细的部分呢 就是我会把你所有的这个资产大概分为几个部分 就是灵活支配的资金定期的存 我大概是分了这样几个部分 一个是灵活支配资金定期的存款 然后我还买了一点点国债 所以还有包括国债 然后还有生活保障的部分 就比如说我们401K HSE或者FSE这种account 最后还有风险投资就是股票 然后最后有个净资产 然后净资产计算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加起来 就是净资产的这样一个地方 这是这样的地方 这是所有的detail的你都可以记在这 然后在股票的部分和加密货币的部分呢 就会我会记我大概是这样设计的 会有一个日期本金然后盈利 总计就是本金和盈利之和 然后盈利率呢 就是用盈利除以本金 这是在单独的这个明细部分 和股票加密货币这个template 那我回到总览 这个总览的好处呢 是首先 这几个图表 其实都是根据这一个资产一览表 就是总览的这个表来进行绘制的 灵活支配资金就对应着明细的资金的部分 然后定期存款呢 是可以看到明细里面 比如说你有很多个账户 这里举例 比如说有Apple账户 有Discover账户 我就把它加起来 然后放到定期存款这一栏里面 然后国债呢 比如说你有国债这个部分 你可能有很多账户 也有可能买了不同的国债 那我就把它这个地方也会加起来 然后做一个总计在这儿 以此类推 生活保障 风险投资 净资产都是以此类推 其实这一个表格相当于是明细表格的一个汇总 然后这样的话 我会把第一个表会是净资产 就是你现在所有现金或者所有的这种资产的总和 你这样可以活在这个表上 你会非常直观的看到我现在有多少资产 然后那同时呢 我就可以 因为你可以每个月进行这样一次统计 这样你可以得到一个增长率 你可以看到 OK 如果增长率一直是维持一个变化 或者是某一个 某一个月增长特别快 或者增长慢 你就可以找一些原因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是第二个表格设置的意图 第三个表格的增长分配图 那就是根据我们明细里面这些类别 我大概自己简单的划分这几个类别 如果大家有其他一些类别 可以继续往上加 你这样可以看到 你随着这个月份增加 或者记账的这个增加 你可以看到你每个月这些类别里面的占比情况 就是说你可以很明显的觉得 OK 我这个月定期分款多了 或者国债多了 或者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的自由支配资金多了 就非常明确的可以看出来 然后这第四个图的话 就是把它给单列出来 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你每个部分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然后最后一个图 我放的是一个风险投资 你大概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你的本金和盈利的变化 这样可以更好的track 你的一些投资的 一些风险投资的部分 比如说你的股票 或者是加上加密货币的一些变化 这样是我大体上的 这样是我自己做的一个 template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大家对我的频道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支持 再见